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要我一叫他们名字 他们都会过来 一般我一叫他们过来 都有资料就跑得很快 哗哗 过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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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都长得挺好看 要好看一些嘛 它头比较圆 我有时候不得脖子 看着它那样 那样形要比较好看一些 还有跟它的形格走路比较慢 吃东西比较慢 就每天跟我们加新鲜猪子 加笋子 打烧它们那个糞便 吃生的竹子 每天那个糞便 我们都要成重 就是观察 通过糞便来观察 它们熊猫身体的健康状况 一岁多两岁多的熊猫 它相当于人的那个 就是流水左右 它就相当于小孩 就比较活跃 比成年的都要活跃 只要一般是身体好的 随时都想动 比较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K